现在是10月初 一天天凉了 见着秋色 咱们来看看几种常见的植物 这种常见的街道树 我喜欢叫它街道树 但是有不少网友提醒我 这个叫布道树 布道树吧 这是什么呢 这是locust 我们中文叫它怀树 幸好我还知道它中文名字 有的locust 它会开很多花 春天很香 这一种它开花并不多 你看它也没有结种子 它的种子像豆莢一样的 这棵树上也没结什么种子 这个locust有大有小 这个已经是成年树了 你看它的尺寸还是很小 小树来的 这可能是最先变色的木本植物之一 作为常见的布道树 它都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耐污染 耐汗 很皮实 这是一处在大街旁边的locust 这里的叶子已经接近它的尾声了 金灿灿的叶子和深黑色的树干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一棵 Viburnum算是灌木吗 也好 也可以叫它小树 抱歉了 不能再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因为真的是不同地方 对它的翻译不同 有人叫它琼花 有人叫它什么其他的名字 我们就叫它Viburnum吧 如果你要是对植物感兴趣呢 你去苗圃啊 花店去Garden Center去查 去问的时候 你也得告诉别人 它的英文名字 很多品种的Viburnum呢 到了秋天 它的叶子都会变成红色 都会变色 它的颜色不是特别的鲜亮 是暗红色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 它就是纯绿色 没有什么特点 春天的花呢 也不是很 不是很大 有一些小白花 仔细看呢 这上头还结了不少小果子 这个叶子的颜色呢 大概从两周 两三周之前 就开始慢慢变色了 那么到它完全变成红色 然后落叶呢 估计还要需要两三周 也就是说 有一个多月的红色期 虽然它的红色不是那么亮 不是那么刺眼夺目 但是我们的花园呢 实际上希望在秋天 看到的是五彩缤纷 是不完全都是那种大红大黄 也许有这种暗红的作为陪衬 这个Viburnum呢 它也有春天开花很大 而且有浓香的Viburnum 等我见到了 一定会和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这种植物是在多伦多 非常常见的 叫Burning bush 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知道 当它叶子变色的时候呢 就像火焰一样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家 它的Burning bush还没有变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一个是在浮散 就是全日照的情况下 太阳充足 再一个呢 我背后是一条大街 那么这里污染啊 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 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呢 这个植物就会提前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对比 这个红色 就在和金黄对比的时候 它才会更突出 这个Burning bush非常耐阴 它虽然喜阳 它非常耐阴 在非常阴 阳光不充足的地方呢 它也能生长 那么到了秋天 叶子只会变成黄色 然后脱落 那么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呢 它就是这样 红通通的 关于Burning bush 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什么时候最容易买到它呢 不是这个时候 不是在它变色的时候 而是在春天 在它叶子长出来之前 那么Garden Center 会大量的销售这种Burning bush 因为它的牌子上 会画得红通通的一大片 那么很多人都以为它是开花 那个红色的是它的花 所以冲着那个花 很多人就容易买这种植物 那么在夏天 整个一下天 它都是绿油油的 没有任何特色 所以那么这些商家 就很聪明啦 聪明吗 挺聪明的 我们转到另外一侧 看它这边阳光 不是很充足的地方 这个叶子基本上是绿的 仔细看呢 它还结了不少小果子 这些果子到冬天 也会变成小红果子 但是不是很突出 不是它的特点 好了 关于这几种变色植物 今天就说这么多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